继德国铁路员工在星期一举行罢工行动后 铁路公司表示已开出更好的条件 不过代表37000名火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工会不买单 并在星期六早上再度罢工 要求5%加薪和将每周工作时长减少两个小时 对于火车停止运作受影响乘客百般无奈 在意大利各个机场等候多时的乘客也陷入类似困境 当地航空交通指挥人员举行四个小时罢工 大大影响往返意大利的航班 乘客纷纷到服务柜台寻求帮助 罢工行动导致数百名乘客受困机场